现在是可以开始点名咯 可以开始点名了 记得写上你们的名字跟学号 所以那些写好的学生 你可以打开你的课本 我们直接进入第七章 第七章 所以就是人体的技术调节 所以打开一下第七章 可以吗 所以打开第七章 第七章 OK 所以我就不浪费时间了 所以第七章 所以这个人体技术的话呢 所以before进入之前呢 就是一些些青春时期的话 身体会发生哪一些变化 所以这一些变化呢 这一些变化呢 其实它就是被我们身体所发出的那一个技术所影响 对吧 所以你青春期的话呢 其实那个技术就是会control你的身体的变化 就比如讲男生 他的身高啊 体重明显增加 长无须啊 猴节突出 身影变出等等 尤其是长无须的话呢 其实就是雄性的技术 OK 女性的话呢 之所以她的那个胸部会比较大一点 是因为这个雌性的那个技术啦 所以等等之类 所以这一些呢 都是由那个技术所影响的 OK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只是一些些的那个介绍而已啦 就是思春期要告诉你 我们身体的变化 往往就是会被技术所影响 对吧 所以 说多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其实 我们的身体的那个部分啊 我们会有分为两种的那个分泌线 OK 一个呢 是叫做外分泌线 另外一个呢 就是内分泌线 这两个 它们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呢 比如说 外分泌线的话 就是说 比如讲 你的那个嘴巴 里面的那个 口水啊 那些 其实就是由外分泌线 外分泌线那边 来分泌出来的 比如讲 消化线等等之类 就是由外分泌线 然后至于内分泌线的话呢 它就是会分泌 激素 OK 内分泌线的话呢 就是会分泌 激素 OK 内分泌线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里 就是我们的那个 毛细血管 OK 毛细血管 然后四周围的话呢 它就是会包含 就是会被那个线细胞围绕着 所以那个线细胞呢 它会分泌那个激素 然后把那个激素 传进去我们毛细血管里面 OK吗 这重复的意思哦 就是说内分泌线的话呢 它就是在你身体 里面 就是尤其是你的皮肤下面那边 OK 皮肤组织下面那边 OK 然后呢 它要怎样分泌呢 就是说那个毛细血管在这里 是作为被那个线细胞包围着 所以线细胞就是负责分泌那些激素 把那些激素放进去那个毛细血管里面哦 然后至于外分泌线的话呢 它会怎样 它就是要把那个消化线分泌出来 从我们的皮肤那边分泌出来 又或者是在你的嘴巴那边分泌出口水出来 OK 所以那些口水呢 里面呢 其实就是有那个 比如讲 消化 消化液啊 那些等等之类的 所以这些呢 都是我们所谓的那个酶 来消化我们吃的那个食物哦 OK 所以呢 总而言之 外分泌线就是要把那些 比如讲 消化 消化液 分泌出来 然后呢 内分泌线的话呢 它就是要把那个激素 分泌进去 каким 为什么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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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表啊 这个表啊 其实就是compare跟这两个的不同点 所以外分泌线就是指分泌出来 比如讲我们的汗液 涂液 消化液等等 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到的 然后内分泌线呢 就是指的就是在我们皮层下面 就是我们皮肤里面 就是说它要直接把那个技术放进去那个血管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内分泌线它就是没有刀管的 外分泌线就是有刀管的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图 有刀管哦 外分泌线有刀管 可以把它的那个汗液啊等等之类 分泌出来 内分泌线是没有的 它就直接从细胞透过进去那个毛细血管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comparison 它们之间的那个区别啦 跟对比啦 这里 ok 这里 ok 吗 所以这个的话呢 其实如果你课本没有的话 你可以写下来啦 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会有外分泌线跟内分泌线 所以往往呢 考试它会问你就是说叫你比较外分泌线跟内分泌线会有什么区别啦 ok 所以你要记得外分泌线就是有刀管的所以呢它输送方式肯定就是由刀管那边输送出去 内分泌线的话呢 它没有刀管 ok 然后呢 它是跟着血液那边尤其是它会分泌进去那个毛细血管里面 再从血液那边输送出去咯 所以这一些就是它们之间的区别啦 ok 吗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里 什么问题吗 所以这一课呢 其实是蛮短罢了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进入就是它的那个比较main的那个部分啊 所以比较主要的那个部分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在这里的话呢 在我们课本里面我们主要有123456 6个部分 ok 6个主要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呢 就是脑垂体 甲状线 身上线 仪脏 软巢 跟鎬丸 这6个部分 ok 所以呢 我们就一个一个一个来看 这6个部分到底是要做什么的 ok 请记得啊 到底是要做什么啊 这6个部分你一定要会啊 因为是这一课的那个重要的部分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脑垂线 所以脑垂线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在这里 Pituitary 有看到Pituitary吗 它就是Pituitary gland 脑垂线 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内分泌线的主要的头头 就是我们讲它的首脑 Master gland 就是说他们的那个老板啊 我们可以这样讲啦 就是说所有内分泌线的老板 ok 所以脑垂线就是所有内分泌线的好像类似老板这样的存在 就是说它控制所有的内分泌线 所以这个就是脑垂线 当然它也是我们脑干的其中一个部分啊 ok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有学过那个神经系统那边嘛 脑干 我们就只是读到脑干而已 其实脑干里面它就是会有分那个脑垂线在里面的 ok 所以从不得说脑干呢 里面就是会有脑垂线 脑垂线呢 是所有内分泌线的 就是我们讲就是首脑啦 或者是老板 类似这样的存在啦 因为它控制所有的内分泌线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说这些脑垂线 它到底是要做什么 所以请记得它是分泌生长技术 直接highlight起来就可以了 直接背就对了 所以呢 我们生长发育就是因为是脑垂线 ok 因为脑垂线分泌生长技术 所以highlight起来哦 这个是第一个 ok 脑垂线是分泌生长技术来控制我们的生长跟发育 有名字跟你讲了啦 生长啊 ok 有什么问题吗 这里 没有问题啊 所以呢 再接下去呢 第二个又是什么呢 甲壮线 ok 甲壮线 所以甲壮线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喉咙跟气管那边 靠近那边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跟着这个图 甲壮线的话呢 就是大概在我们喉咙那边哦 大概在我们喉咙那边 好 当然 胰壮线跟那个肾上线我就先不要讲先啊 我们先讲甲壮线 所以这个甲壮线的话呢 它就是在喉咙那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甲壮线它是要做什么呢 英文是叫做thyroid gland 所以你可以抄下来了啊 英文是叫做thyroid gland 所以呢 它怎样 就是说能足进体内物质和能量的转换 提高神经系统的兴奋性 ok 兴奋性 所以通常呢 我们的那个智商等等之类 其实就是有跟甲壮线有关联啊 所以有时候那些baby啊 它有一些些疾病 就现在能把你们的身体的都不会骄傲 可是我们老板已经有个东西想上的 如果我们现在现在还不骄傲 去决定的 能够伤舊的 可行 再看 让你 我看 。 好 这边 我看 完成 , 这些甲状腺就是对一些些智商的问题有关联 因为有些baby生出来的时候 智商就是得到一些疾病 然后智商会有一些问题 可能分分钟钟就是因为甲状腺那边太多或是太少 所以它就是影响到他们的智商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 所以那些压力还是什么的话 Tiroid Testing Testing 所以那些Tiroid就是讲你的那个喉咙 哈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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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那个line不是说很好啊 那line不是说很好 所以如果我的那个声音又不见掉的话 请记得记得提醒我一下 所以呢这些甲状腺啊 它其实就是有影响到就是那一个 呃那一个喉咙啊 就是肿起来还是什么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他的那个喉咙就是很大力还是什么 分分钟钟就是因为他的甲状腺分泌那些技术实在是太多了 ok 所以呢 他就是会导致他的喉咙肿起来 呀 所以这个就是他一些些的那个现象啊 ok 所以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你就highlight起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在next哦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肾上腺技术啦 肾上腺技术 所以呢这个肾上腺技术呢 就是讲到adrenaline的部分 ok 肾上腺嘛 所以就是在我们肾 那个肾脏的那个上面哦 肾脏呢 就是我们的gidney啦 gidney 好 所以肾呢 的上面的那个部分 就是会有一块东西 我们叫做肾上腺 肾上面的东西啦 所以呢 adrenaline 其实我就不多说那么多啦 因为adrenaline呢 通常我们可以听到的就是 它会加快你的兴奋 或者是呢 就是比如讲运动员 那些就是要玩臭的 还是就是要作弊的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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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打那些adrenaline进去他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导致呢 他们不会那么容易的累 对啊 不会累 所以呢 所以呢 这个就是 那个运动那边 作弊的那个现象啦 所以他们就是讲到adrenaline 这个东西 可是呢 这个肾上腺呢 其实是在我们身体 分泌出来的 OK 肾上腺呢 主要的就是 它要加快我们心跳节奏 就说你紧张的话 紧张跟兴奋的话呢 其实就是你的adrenaline 很多 OK adrenaline 所以就导致你的心脏 跳到很快 或者是你 哈喽 testing 好 这些呢 就是 哈喽 testing testing 我觉得呢 等一下 现在我要 精确一下 OK 因为还有少过 四分钟 是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的那个 那个 speaker一直断断断断断 所以我可能我要 进去再推出多一次 进去再推出多一次啊 所以抱歉啊 所以你 这个我要进出 一下 因为那个时间 还少过一分钟 所以我先进出先 再推出 这些 词 是 词 词